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有的人说这个丢失的一块钱是这个妇人用来买东西的 也有的人说这丢失的一块钱是这个妇人是穿成一串项链当中的一个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是这一块钱都有它本身的价值 当这块钱丢失在屋子里的时候 无论它在地板的缝里面或者是在桌子底下在凳子的下面 这一块钱都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弟兄姊妹 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的成就就体现着我们人生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赚很多的金钱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比如说我们得到别人的赞扬鼓励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事业的帝国等等 那么当我们做到我们心里所愿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了 但是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在造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 有他本来的计划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 我们也不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 直到我们有一天被神找回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其实我们才真真正正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 弟兄姊妹 你生命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因为 你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多少价值 绝对不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成功 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家庭多么幸福 绝对不是因为你多么出色 多么优秀 我们人生的价值乃在于 你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 你人生的价值乃是在乎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人生的价值乃是在乎上帝在我们这个平凡 土通如同尘土一样的人的生命当中 赐下他美好的旨意 他美好的使命 他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圣民 他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 他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恩典和祝福流通的管道 让许多的人借着我们的生命而蒙受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是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创造主 他在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写下了我们生命该有的价值 假如我们不认识上帝 假如我们的生命与上帝没有连结 世界上所有的成就都不能够真正的体现我们生命价值的所在 弟兄姊妹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你不要仍然的像世界上的人一样 用世界上的成就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你不要忘记了 你如今乃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的儿女 你是他所爱的 你是他儿子的生命所买熟来的 有上帝最美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价值何在 全然在乎那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 全然在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上帝的形象 有上帝的印记 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有圣灵的工作 有上帝将他最美最神圣 最伟大的使命和旨意托付给我们 我们一个平凡如同尘土一样的人 之所以有价值 乃是因为我们这平凡的生命 与神圣的上帝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是异体剩下的